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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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咱们这个小师弟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可能看这个侠客岛未公号的人经常能看见一扒格子的 司徒格子 对吧 又叫刘少华 哎呀 一见面 我最近老发现我有缘分 昨天什么见面会碰一小女孩 说我是时装的 现在今天这一碰见她五大新闻系的 特使网站碰一男的是吧 我是不是 我碰一小 我五大新闻系 我终于发现有长的还行的 85级 我是85级 你是级级 我就比你往20来级吧 往20来级 你想 他是89年出身 你可以想想 我89年毕业的 所以听过你好多传说 是吗 对 主要是红色的还是黄色的 主要是后面那个颜色 我一会可以给余老师说点 对对对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你说点迷蒙 因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辖克岛的人到我们这儿 这个看了好几次 我们觉得呢 我没来过 你们领导都来过 所以今天你是谁派来的 然后呢就是想问问你 就是大家对这个微公号很好奇 你们的这个文章都是上面受益的 还是你们是作者自传 作者自传 还是作者杜传 没有杜传 但是你要想写什么 你是要报选题 我们有这么五个人的核心团队 我们把它叫做集体领导制 我们自己定选题 自己讨论选题 然后决定谁写 然后呢集体再讨论说这个选题 对中我们执行出了一个什么结果 那就到这了 你呢这个稿子写完之后 要经过几次审 五次吧 就这五个人 一二三四五 别瞎说了 没领导审 真是这样的 我不信 人民日报可能跟大家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 我不信 我信 对对你在那干你只能信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侠客岛这个微公号发的文章 你觉得代表官方的声音吗 我们的认证叫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 我们还是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官方的 你比如说有时候他们赵薇也是你写过的 对 甚至我还在那边写赵本山 当时我们的猜测就是这个 这个侠客岛公众号发谁 就恐怕是上面要弄谁 是不是这样 上面点 并不是 那这选题是怎么产生 怎么决定的 你可以看到侠客岛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紧跟社会热点 这是什么热 写什么 最热的那个点 它烫手的那个新闻 我们写了 那你写的这个观点 也代表 就是你会觉得你要代表人民日报的立场吗 我当然是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 然后在写的时候 我们因为也掌握了很多的资料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形式 包括这个整个的脉络把握的不错 但是呢 绝对不是说上面谁说啊 你应该怎么写 那可能就写不出来 师兄你看到那股 叫什么 灵气了吧 那你是五个人之间的观念是一致的吗 如果不一致 大家可以讨论 但是分配谁写的时候 是基本上大家 这个分配谁写的时候 主要就看谁今天不用陪女朋友 五个人都有女朋友 没有 有俩都有孩子了 五个人都是男的 还是都是男的 那还有一个 就是说 有没有发出去的东西 受到过上级的批评 没有 你们这政策水平都很高 是吗 但是他们可能也有关 也有敏感词 遇到敏感词 他们可能还是同不过的 有没有你们想写 但是不敢写的话题 或者说写了 同不过 没发出来 或者就抱上去 然后就说 这个不能写 我应该先回答哪个问题 一个一个的 先回答于老师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 可以这么说 笼统说就是 这个政治写作领域 大家尺度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明白了 那我们就明白了 就是有没有就说 你需要就考虑这个题材 敏感不敏感 需要跟上面报告一下 我觉得不需要 就你们自己就能知道 我们每天写的都是时政话题 明天到晚干的都是这个事 那你们要是被毙了一篇 怎么办 都是自己的心血之作 没有这个体验 也不知道是什么体验 基本上还是都通过了 写的东西没被毙过 比如说我写的 我们内部自己说 说你这篇写太激烈了 那我就删掉就删掉 或者说我就不发 无所谓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 自我审查了 无论国内外 任何一个编辑部 都有你写出来的 搞得没用的情况 一样的 我这么看起来 人民日报跟凤凰卫视 言论一样自由 所以我这小师弟 有出息 能够这个 你自己觉得 你写文章的时候 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别人会不会以为 这代表党的声音 你们会有这种压力吗 会有这个自觉性 这还真不是压力 不是压力 这还真不是压力 那就是说 党的政策 你都同意 是出于真心 而这么写的 重要精神 你要把握的吗 知己知彼 人家是知己 当然还有清华 对你的培育 是吧 后来又在清华读了什么 对 读了个研究生 所以今天我认为 而且你们侠客岛 据我所知 对于这个迷蒙公众号 这种现象 是有态度的 对 没写 还没发言 就等着到你这来说了 在我这首发 你说说你对迷蒙公众号 因为你们也是做公号的 对 你们你的看法是什么 一个简单的看法 这种说不得罪人 是吧 得罪人我才高兴的 同伴也没办法 必须得罪人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我没关注过迷蒙 但是他的文章 你躲不过去 你顾虑不了 对吧 总有人在朋友圈发 一个核心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这是 故意的将一个灰色的世界 有灰阶的世界 说成黑白分明的世界 这个在我们写作者看来 是非常简单的技法 就等于说我们长期搞写作 你看我每周都有十万家 我知道说 这个观众的痛点 读者的痛点和阳点在哪 他实际上就摆在眼前 像盘子里的菜一样 你如果真要戳 你就戳他就是了 一戳就准 一戳一个准 他呢 比较恶劣的是 他非戳不可 不但戳了 而且我 我只要那几个点 别的我都不要 那你对他这个 几百万的这个流量 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 在任何一个社会 一个东西能流行起来 非常简单 走极端 你只要走极端 你的流量就大 所谓的爆款文章 无一例外 都是极端文章 那照你这么说 所有的网络 网络的文字 特别是这种 微信公号的文字 设计利益 这种文字 这些背后的人 基本上都变成人间了 对 而且这些人间 是有意的在 你看迷蒙的经历 他在南方都市报 做杂志编辑十几年 实际上 你看很多热词 都是他造的 什么鄙视链 他造的 然后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是很懂受众的 这个心理的 就因为他懂 然后他在利用 这让我觉得 很不可取 为什么 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个愿写 一个愿看 对社会的整个风气 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导 你比如说 这篇文章出来 很多老板都在转 员工都在骂 对吧 那之前他迷蒙 还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 作为老板 今天我又哭着下班了 就说自己员工 对自己多么多么不好 然后多么惯着这帮员工 但是这帮员工 肯为自己卖命 因为我老惯着他们 所以他们什么 加班 无怨言 什么 也不要很多的工资 什么等等 愿意跟公司 这个从甘苦 共患难 这什么理都他说了 但是文涛 少华刚才说的那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 把一个灰色的 灰街地带的东西 他愿弄成了 黑白分明的 这就变成一个资本家 和打工者的一个对立 对 所以说咱们这话 就说有人民日报的这个政策 这是非常典型的 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事情 所以说咱们要请一个 人民日报海外板的 来证证本清源 鸡桌杨青 那么其实他提到的 这还不是咱们这个 狭克岛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话题 是迷蒙最近挑起来的这么一个事 对 就是说 这个写了一篇文章 最近我看都传朋友圈 叫做职场不相信眼泪 要哭回家哭 这里边确实涉及到一个实习生 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 说他在什么上厕所 听见他的实习生 在外边跟父母哭 说是帮着他 帮着老板 一天拿几次外卖 说我到这来是学习 是工作的 不是给你拿外卖的 对吧 结果呢 你可以想见他的文风 赤骂一通 是吧 要哭 别在这哭 是吧 什么什么 很粗笔 粗笔 我很讨厌这个粗笔的协助 但是粗笔 好像据说是这类文字最常用的 只有这样才能击中大家 不过他确实牵连出来 一个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不是伪问题 对 就是实习生 其实包括现在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在这个职场里 在公司里 为老板能够当孙子 当到什么程度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咱们可以先看看 他们网上的一个调侃 职场实习血泪史 压榨史 实习生在职场通常没有性别 常常是女的当男的用 男的当牲口用 各种大杂 各种加班 但只要一谈钱 老板就开始灌输各种职场鸡汤 实习生谈什么钱 等转正再说 把我要解了吗 PPT做了吗 可实习期一过 立马让你走人 背锅史 除了临时工 就属实习生背锅最多 公司迹象为什么这么差 因为实习生 项目为什么搞砸了 因为实习生 我们为什么要加班 因为实习生 但在功劳和福利面前 实习生永远身处最边缘 甚至某些无良公司 还会出现 盗用实习生作品的情况 骚扰史 女实习生最怕遇到 职场老司机 她给你讲的黄段子 每天都不带虫面的 总有各种理由 留你和她一起加班到深夜 并且像得了多动症一样 对你动手动脚 还会非常关心 你的娱乐生活 总换着花样 带你去酒吧KTV 如果你想反抗 那你接下来 就会有加不完的班 干不完的活 因为我那天有个报社访问我 就是现在这个员工炒老板 所以人他的见闻都是有偏颇的 你知道我想到一些现象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说过 我说这个 我见到中国有的公司的老板 我就为员工都等打抱不平 我觉得太讨厌了 我说中国这个国家 怎么不懂得尊重人呢 就是因为我就见到很多 就是你知道那老板的 拿这个烟灰缸啊 拿这个烟灰缸啊 我亲眼见到 我当时都说你这是干嘛呀 你就是你当老板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怎么能够这 你知道吗 还有的那个老板就叫司机过来 我亲一块喝酒啊 一块喝酒啊 就拿这一大碗的干 喝 你喝 这司机就最后喝不下了 一脚就踹过去 你知道中国很多这个操人啊 这没有教养的国家 那很多这种粗人 所以你看 我又有这个印象 那你提这个问题呢 我就会觉得 我说那有些年轻人呢 就是不能人格太受辱了 对吧 尤其就年后 更受不了 可是呢 受不了 你说非常有意思 反而是我们组里的一些年轻人 是会说 问他老师 我也不一定同意你的意见 我们见到我们有些同学 就说我们觉得很过分 就说今天这个孩子 完全不懂得感恩 就你明白吗 就是甚至 他说甚至能到一什么程度啊 到一个单位去实习 我真是天下奇闻 我都没听说这种事 好比你是带着实习生的老师 你说他做的这个 写的这个文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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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问题啊 你知道这个90后 这孩子他能突然你说 什么 他说 哎 老师 我不是帮你忙的吗 老师 我没有帮你 这种话 我也听到 到达 他完全颠倒 所以我想 是不是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都存在 但是就是刚才他说的 走极端了 我觉得 我觉得咪蒙说的这个 其实我们很容易联想的 你看那 在那个 霸王别姬那电影里面 是吧 张国荣也那角色 从小小跟班是吧 实际上就我理解 就我们现在的实习生 从小他其实受到的这个屈辱啊 受到这个责麻更多 对吧 所以我觉得像咪蒙说的这现象 是小作坊才会出现的 小作坊你才会 这个有这个 你刚刚说的 拿颜婚光给你丢过来 你真的来这个凤凰卫视 是吧 跟着邓老师实习 你真的去人民日报实习 你大单位不会遇到这种 但是去人民日报实习 去邓老师实习 你给邓老师倒个茶 倒个水 正常 给邓老师 你觉得是正常啊 给邓老师拿个盒饭 我觉得正常 但是呢 你邓老师不能告诉他说 你就因为给我拿盒饭 所以你学到了我这一身本事 你不能说 我给你咪蒙 今天拿了五个外卖 所以我回头 我学会了你咪蒙这本事 那是少林寺 让你去做那个挑水工 挑了十年 然后最后你挑出一身真气来 然后可以学点棍法了 对吧 那是两码事 邓老师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事 这个事我还是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不能这样做 不能说让实习生 好像一进一个公司 好像就觉得 那个前辈的活和老板的活 什么活他要帮他干 既做他的工作秘书 又做他的生活秘书 我觉得这么多年 形成一个惯例 好像实习生就应该去 所有的苦活 打砸嘛 对打砸活都要你干 而且毫无怨言 这是不对的 就形成一个惯例 就是说 我觉得不知道 是不是从韩剧里面 还是从日剧里面学来的 就是在前面面前 自己永远是孙子 只能装孙子 东亚文化 东亚文化 其实我理解 余老师我也同意 我理解应该是怎么着呢 就是有专业领域的委屈 和非专业领域的委屈 明白 是吧 你这个专业技能上 你怎么拥 密门的稿子里面写了吗 说自己在报社 坐了三个小时 公交车回来 结果被编辑一通臭骂 我觉得这是专业领域的委屈 你就得该受 对 你新人就得该受 对对对 非专业领域的委屈 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得有点人情味 它这文章有一个 很大的硬伤是什么 你硬把一个人情社会 写成丛林法则 对 我们这社会 没有这么的丛林法则 我是这么想 不是 还是这么多年 就是中国社会 也有点问题 比如说他提倡 什么狼头腾文化 狼头化 是吧 然后又灌输 所谓的心灵鸡汤 就是这个打工的人 就应该这么一步步的 就活着 所以我一看那个东西 我就想起当年 梁启超和鲁迅 著名的争论 什么争论 就是那个什么 丧家的资本家 他罚走狗吗 他就是这样嘛 他就很多 这么多年 舆论 包括知识人 他基本上是站在 这个成功人士 和站在老板一边 说话 在替他们着想 但是 那么替 师生 想 我知道 你知道现在很多 这个单位 我都为这个孩子们 打抱不平 就事实上 拿实际生当免费劳动力 对啊 可是呢 有一个问题 你躲不过去 你觉得供需 是不是大于一切 你知道到我们这实习的 就到凤凰威视实习的 多少人 父母 托孩子 不要挣钱 不要挣钱 我就是想到你这实习 我孩子 因为他找不着工作 你说的 他觉得我在你这免费干一年 没准你能同意 把我招去了 但是也不一定啊 我都不保证啊 我说你来这实习 也不一定保证啊 你现在说的都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对啊 欧洲的很多国家失业率 年轻人的失业率非常高 所以就很简单啊 对啊 你不拿外卖 你给我讲这个人道 没问题 对对对 但是另一个肯来的 那您要怎么说呢 咱是自由选择吧 对对对 你可以不来啊 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我几年前还在实习啊 我自己觉得实习 对我影响挺大的 你知道我第一份实习在哪 那单位快倒了 叫精华时报 哦 我对那个 对我对那个精华时报 那份实习是心存感激的 你看我去之后 呃 实习生打车是这个报销的 然后你的稿子只要写出来 跟正式记者一个稿费标准 那我那时候穷学生啊 嗯 我那三个多月的实习 最终我那一年的生活费 都从那里边出来的 那你去了一个好单位 对 然后后来我这实习结束之后 我说再加俩月吧 没地住了嘛 嗯 住记者家里了 这个实习就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 影响非常大 我觉得实习是很重要的 那他还受他实习还遇到一个人情 比较好的环境 哎 是吧 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实习老师 对 所以呢 你知道作为你的师兄啊 我当年实习 那师兄你实习的时候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 但是市场经济之前 武汉大学校风 这个当时刘道玉当校长的时候 就是非常自由开放 以至于我大学最后两年都是处于基本师在实习 我到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后来到过这个广东电视台 那时候给钱吗 没有钱 没钱 不是不但是没钱 市场经济社会都没有来 饭都得靠这个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没有好饭吗 你有20多年前 我父母啊 就是一个月就只能给我50块钱 这跟现在没法比 50块钱 当时我们还有一种 就是说穷人的孩子 还有一种 怎么说呢 就觉得我去实习找工作 我不愿意 父母也很穷 我不愿意给父母多要钱 你知道那实习生 我当时穷到跟乞丐似的 我愿意跟着电视台的这个记者 老师去拍片子 因为只有出去拍片子 人家才会请我们吃顿饭 一直到现在 我养成的习惯 就是一天吃一顿饭 就趁那一顿吃饱了 然后你没钱住啊 就睡在那个广东电视台的办公室 就这种恶劣劳工的生活状态下 因为语言也不通 他们是讲广东话 这么实习一个星期 一个学期 最后广东电视台不但没要我 反倒当时那个部主任 我也不怪人家啊 也确实我学得像个傻子 因为你愣愣睁睁的 你每天也吃不饱饭 就是睡也不好 就是说话听不大懂 最后我就记得很深刻 我那个我离开的时候 我说我 你能不能让我留留在这 我那个主任就跟我说 说小豆儿 你你是不是 这个有点问题 他怀疑我是弱智 不知道他现在看不看这些节目 本来这个很好的主任 我很能理解 你知道就说明我的实习生的时候 你完全看着我像个傻子 他实际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睡觉也睡不好 但是还得熬着 跟今天这个 跟你一块实习的有吗 有几个人 没有 就有一个实习 我就记得 麦莲那主教练 以前主教练 福格森 在他那自传里面就写 You are young You are a dog 真是这样的 跟我翻译一下 师兄 现在师弟英语好多了 年轻人就是一条狗 年轻人的时候就是一条狗 就是一条狗 我怎么觉得长大了 我还是狗 不是 就有时候就是 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作为 现在我也管点人 我怎么就觉得 我当不了老板 我可能是个 比较有人情味的老板 我也比较着急 有的时候 我最近也是经常 骂了很多人 但是我是那种人 是不是就是 到完了吧 晚上又给人道歉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因为好像会觉得 你不该 哪怕对孩子 你也不该这样 没错 但是又会骂 下次又会骂 骂了又道歉 就是我是这样 但是你骂是 他说的专业类的 是吧 对 专业领域的折磨 他不是非专业类的折磨 你要是非专业类的折磨 你说今天因为谁 哪位跟你那个倒茶 倒的茶水太烫 你把人家痛骂一顿 那我也不会 但是你知道 我现在觉得 这有没有一个问题 一个社会是有共识的 比如说 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个日本 我觉得这是个 很好的例子 你看日本社会 你首先这种男尊女卑 日本社会那女的 那大老爷们一上班 端茶倒水的 都是女的 甚至 我也不太懂日语 我不懂日语 我学与官 请好好工作 我上次在日本一个公司见 我发现她的男人和女人 说这个 阿里加多哥的 语气都不一样 对吧 那男的 也说就是 阿里加多哥的 就是女的 后来旁边一个女秘书 跟我告别的时候 阿里加多哥的 我觉得 她是不是有点 不太一样 就是各守自己的本分 男人守 男人的这种 阳刚的这个劲 她办公室里这个女的 给大家倒查这种事 是当然的 但是我认为 这个社会没有问题 包括你看 冯小刚就经常说 中国这帮孩子们 没出息 就是你们成不了事 她不是骂的 就是什么 在日本拍片子的时候 说什么那个 那个扳头 有一个人扳箱子 扳得慢了一点的 你就一脚踹过去 大耳瓜子抽的 你还得嗨 嗨 那这您那种文化 对 但是人家社会 有这个共识 我认为也没问题 对 对吧 问题就是中国社会 今天到了一个 你看这种争论就说明 咱们伦理乱了 乱了 道德施犯了 自裂了 你你你这事 所以到最后 我就是说 咱这事法律解决 道德真空了 法律解决是什么 事先说好了 你来实习生 你的工作范围 对 包括给我 倒尿盆也好 你的事先知情 你爱你爱这样 对 是不是这样是合法的 现在好像没有 对没有这个 没有这些条款 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个什么呢 是看你把这人当什么人才看 你非得把他当比较low的人才看 那你就只能得到特别low的人才 我我我没有歧视什么的意思 但我们楼下内 我爱我家 每天早上 站这两排唱歌 喊口号 这个我高中的时候都没这样过 那你如果觉得说你是一个创意公司 你招过来实习生 你还是像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不合适的 所以就有些 你就说他们 我那天看见一篇文章也讲这个 说有些日本公司啊 他有这个招礼和西礼 就是公司上班之前 招礼就是 喊口号 就开始上班了 招气蓬勃 西礼就是下班之后 老板拜托大家了 后来他说有一个公司 还有那个西礼还唱歌 大概是这个老板把这个创业史都唱进去了 所以那个歌呢 就显得特别的悲壮 然后那个洋人的老板到门口 看见正在西礼 就一帮人正在唱着那个特悲壮的歌 然后夕阳夕下 然后那个老外那个老板就跟他说 咱们是不是来错时候了 他们是不是 他们公司可能有个重要的人物 刚去世了 所以你看不同文化 但是余老师你说 中国现在是什么文化 伦理关系上下级 老板和实习生之间 这不是刚才那个 你们刚才讲那个 把马克思请回了吗 这个幽灵在啊 现在它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一个没有脱离 这个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时期 它就是这种很血淋淋的 很残酷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这种血淋淋的 就是说不对等面前 我们又没有培训出 就像刚才文涛讲的 正当的 每个人的正当的权力 每个人的边界在哪 就像实习生进来 你有哪些事是你应该做的 是你专业或非专业 都可以做的 没有 少华我就问你 很简单的 你看咱们都有这个经历 就很简单 你现在实习生 你就是你就是愿意拿外卖 都是一大帮人竞争呢 对 你怎么说呢 我从来没让实习生拿过外卖 我让他帮我 但有人给你抢过 给你拿外卖 那没有 我让实习生帮我收过快递 但是我让实习生收快递的时候 我都会问清楚 是哪个实习生 那你觉得现在要不要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呢 我觉得起码在我这 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给你拿外卖 为此我多天特地调查了一下 我之前的实习生 然后我问他们说 把密门的文章丢过去 我说我有对你们这样过吗 大家纷纷表示 绝对没有 你是特别好的一个实习老师 我知道我的权利 有可能还是过达了